现在正值小黑文的号发期 最近在花莲火车站 小黑文更是大爆发 民众只要一停下来 马上会被咬 情况相当的严重 怎么样都赶不完 而花莲续工所 赶紧就出动了清洁队 前往消毒 进行灭文大作战 来到花莲观光 问十个观光客怕什么 有九个人会告诉你 就是小黑文 因为这个肉眼 几乎快要看不到的小黑点 只要你一停下来 马上就会吸引整群来叮咬 而且越打越多 越抓越痒 就算用防蚊喷雾剂 好像也没什么效 大家都怕 因为它是会整个咬一下 就肿起来的 就是它在被它咬的时候 就是它咬完才会发现 就是被咬了 然后就赶快知道 就是擦整个 而这个学名台湾夹蒙的小黑文 其实号发期就是在四到十月 这对花莲夏季观光影响 可是相当的大 花莲市公所接到游客抱怨 最严重的地方 竟然是花莲火车站 赶紧出动清洁队 喷洒药剂消毒环境 其实小黑文喜欢将虫软 下在阴暗的潮湿处 像是水沟的青苔 以及树皮夹缝中 专家提醒民众 平常可以用高压水柱 冲刷青苔 或是用火高温杀死虫软 全民一起保持干燥 才可以有效抑制 小黑文的滋生 记者文家凯 欢迎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